新剧《我家无男士》已经拍了一段时间 这天报起镜 马德中 唐诗勇 王军兴 黄家乐 车婉婉 傅嘉丽等一众演员 齐集在电视城出席拜神仪式 诗勇和马神首次合作就饰演一对夫妻 以为需要一点时间磨合 没想到他们竟然非常有默契 因为我是第一次跟马神合作 然后还在想我要跟他讲什么呢第一天 但是去到现场的时候 他已经给我一个非常轻松的感觉 我觉得他非常好 就是他不想我有什么压力 然后很快就跟我们开玩笑啊怎么样 那我们就很快就有这个默契就出来了 第一天拍戏就要清嘴了 其实那个戏没有一定要清嘴 但是我们拍了纸片之后 就觉得要清啊 因为他是老公嘛 演员拍剧《日队夜队》 相处时间比家人还多 所以他们都视剧组为另一个家 加上这个剧组经常有人请吃东西 所以军心就算带商上阵也特别开心 他是每次请大家吃那个蛋挞 汽水啊 对 宵夜啊 而且你不要看宝贼年纪很大 但是他的速度非常快 就是他都比我们快 已经叫了 已经是 他不是只是叫 他是拿了 拿过来 我觉得又这次又回到一个大家庭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家特别的温暖 虽然女儿就是有点特别的性格 女儿通常都会对妈妈有点任性的行为 然后妈妈就怎么样想方设法的 我给她一点东西都要想另外的 曲折的迂回的道路去给她 这是写得很好笑 对 很好